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常常工作啊情緒低落的時候 你總會在我身邊加油打氣 然後承擔著我的就是壞脾氣 那希望未來還可以就是 一起變得更好 然後再經過多指教 那希望就是之後 可以變得一個好爸爸好媽媽 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你好 親愛的男朋友 我的老公 謝謝你陪伴了我1783天4年多的日子 我們終於決定今年一起攜手走向幸福的未來 我只會放下一個幸福的未來 我都是在我身邊 我都是在我身邊 我都在我身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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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一直一直在一起了 雖然你稍微有點不浪漫 有點不濃 但是你對我的貼心以及呵護 我都能感覺得到 未來還是要繼續對我百般呵護哦 我們的故事未聞耐續 我們是長時間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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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,因為他還蠻難聊的 其實花了蠻多時間去跟他熱絡 對 但是就是認識之後發現 他就不是畫那麼少的女生 對 就是 畫了 欸 就是龍騷 就 感覺就是 壞壞的感覺 壞壞 因為我比較 對陌生就是會 有點戒心 對 然後就是 後來就是一直很長很長很長聊天 突然有一天突然不聊了 就可能他在忙 還是突然不理我 我就覺得 我是怎麼感覺怪怪的 對 就是覺得 你為什麼不理我 然後 賴也引出不回 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 可能就已經那個 慢慢羨慕我的現場 對 哈哈哈哈 太多了 太多 想吃我嗎 但是其實 我覺得 就可能我 很多事我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會 對 然後他就會幫我 去想辦法 這樣 對 然後有時候就是也 還蠻貼心的這樣 我覺得還有一點點 蠻善解人意的啦 因為有時候 我可能講 就算工作啊 什麼的 就是 比較煩的事情的時候 會有點暴躁 他其實就是 會那種就是 就是體諒我吧 他先的 就是他先的 是他先的 為什麼 因為在畢業前他問我啊 然後我就本來沒有答應他 然後就在北車那邊 然後後來我回家 北車 對 北車你還記得吧 板橋吧 隨便 反正就是在 就是在火車站 反正後來回家 我不是傳LINE給你 然後你就一無以為 一直是覺得 是我跟你告白了 欸 真的嗎 不是這樣嗎 就是你 他們家有一個 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在讀書的時候 絕對不能叫男朋友 不然男朋友的腳 會被打斷 把我的腿斷掉 所以我們就在畢業有一天才在一起 所以他就擔心你 欸 對 我就是很擔心他好不好 辛苦了 辛苦了 所以到底是誰先 他先的 是嗎 是你 是 就是你 是 我先的 我不理他之後 他就反而就覺得 好像怪怪的 然後是不是喜歡這個男生 然後我的戰術就成功了 對 然後慢慢的之後 可能就之後我比較忙 然後就變成他好像有點在倒追我的感覺 欸 我生氣的話就是你也不要太介意這樣 你也不要慢慢地習慣 就可能要習慣你 或什麼 以後 你繼續在我的摩擋 想太多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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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